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Y点的实验室 这只南方大蟑螂是不是看上去很吓人 那么如果把它再放大一百倍呢 当然它将变得更吓人 下面就要我们一起来看看 把蟑螂放大一百倍究竟有多恐怖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很下饭 记得这次一定要给我点赞哦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蟑螂树的头部 黑色的部分就是眼睛了 眼睛的前边长着一对触角 虽然受觉很灵敏 但它并没有鼻子 它的嘴巴构造有点复杂 周围有许多处须 接下来再来看看蟑螂胸的腿 腿毛好长啊 哦不对 应该叫腿刺才对 脚上白色的是四个脚垫 便与蟑螂胸在光滑的表面随意攀爬 脚的顶端有两个钩子 非常锋利 再往下看 这是蟑螂胸的胸部 小胸毛很性感嘛 下面是蟑螂胸的腹部 看到边上的小洞了吗 这是气口 昆虫一般都是用这些气口来呼吸空气的 最后来到了蟑螂胸不可描述的部位 这构造有点复杂 我猜它是弓的 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蟑螂胸的后腿 这造型简直是跟狼牙棒啊 下面单独来看看蟑螂胸的处须 我数了一下 一共108节 你们如果有时间不妨也可以数数看 下面我们把蟑螂胸翻过来 好像黑不溜出的 没啥好看的 把翅膀打开吧 这翅膀构造还是挺精致的 金黄金黄的 中间有很多骨架把膜膜撑开 比蟑螂还薄伤很多 侧过来看看蟑螂胸的侧面罩 这眼睛的形状好奇怪 上面有很多单眼构成了一个大的副眼 像素点不是很多 分辨率一般般 最后来看看这个嘴巴 一个字 真丑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很下饭 那么给我点个赞 应该不过分吧